以下節目,部分內容可能會引起各下不安,兒童不宜,敬請留意 據報導,洛杉磯一帶,平均每9天就會發生的中家庭暴力殺人案 翁靜靜,何國良,危險人物 10月17日,申譜心案 申譜心案,是美國加州訴訟歷史最長的一宗案件 控辨雙方的律師費高達二千萬 被邀上庭的證人達到一百五十人 而陪審團,在九個月的審訊過程當中,是不能夠接觸媒體的任何報導 因為,怕陪審團受到影響,而令判刑欠缺公運 這場世紀官司的法官,亦都相當體恤陪審團 所以在審訊途中,法庭安排眾人去觀光旅遊 去劇院看戲,以及遊船河 其實,一般案件的陪審團,都不會得到這些五星級的優待 今晚是星期三,跑馬夜 所以今晚的節目,由十二點半開始,到一點半 我們今晚說的這宗案,就是很出名的 發生在1994年,就叫做O.J. Simpson 很多人都說新抱心,但很多人都知道O.J.這個名字 亦都是一個,很多人在電視上見過的報導 甚至乎在法庭的報導裏面,因為拍不到法庭的情況 只能用一些畫,說究竟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不過,因為實在太長的時間,亦都牽涉了太多的人 亦都很多破紀錄的事情 亦都有一百五十多個證人,在法庭那裏給一個口供 而這宗案,為何這麼出名呢? 就是因為是名人 這個O.J.就是一個黑人 而他娶了一個金頭髮的美人,做他老婆 但案中的死者,正正是他的太太 以及他太太一位男性的朋友 這個O.J.就是一個很出名的足球員 亦都在美國很多新聞節目那裏做一些評述員 所以在這個美國,他的名字都很多人知道 亦都因為他的太太是一個白人 你都自己在美國,雖然說很民主,很開放 其實甚至乎有些人都說,在電影裏面 你很少看到黑人男主角有機會去親 或者是跟一些白人的女主角在床上戲去做 突然間在這麽名人的新聞裏面 白人和黑人之間有一種種族仇恨之間的味道 被拿出來說,更加令到這件案 是相當曲折離奇的 這也是O.J.辯方律師的一個厲害的地方 他將一個謀殺案,圈染成為一件政治案 說到O.J.是有一個黑人的皮膚 所以在一個白人的制度裏面 就不能得到一個公平的審訊 不過正正你剛才說,律師很厲害 其實他不只一個律師,是十一個律師 是的,這件案很厲害 控方那邊也有二十五個律師 對付他這邊的十一個律師 這宗案本來是鐵證如山 而控方所說,這宗案 任何人都一定可以被裁定有罪 為何這麼峰迴路轉到最後 O.J.竟然是無罪釋放的呢? 不如我們跟大家由頭講講這宗案件的始末 這宗案發生在1994年6月12日 在一個星期日的晚上 那一晚,他們居住的一個社區附近 在加州,有一隻狗 那隻小狗就無法回到屋子 在外面又叫又跳,亂吠 鄰居見到這樣的情況 先頭也不覺得是怎樣的 有什麼奇怪的,因為有時候 狗在門口喊,也沒有事 後來有一個好心的鄰居 把狗收留到自己的家 打算到第二天早上,才把牠歸還給主人 但在收留狗的時候,已經發現狗的爪和毛 上面有些啡啡紅紅的,一塊塊的跡 但狗經常在街上打架 即使有些傷痕,也不是很奇怪 頂多都是狗和狗打架之間造成的傷痕 對,還有鄰居,有時候的泥,也可能是這樣適 不過回到鄰居家後 整晚都相當不穩定 好像情緒很波動 對,於是鄰居很愛心 他自己打算放狗 就帶狗出去逛逛,讓牠安定情緒 走到牠自己的房子附近 這隻狗就停在那裡 不僅僅咬著鄰居,就拔牠去花園 就好像有些事情要告訴鄰居 隨著狗的視線,鄰居就看到一些相當不尋常的 感覺上有個人躺在樓梯上 在這時候,牠都不敢怠慢,就立刻報警 警察到場後,果然發現了有屍體 趴在花園旁邊的路上,就是一個女人 金頭髮的女人,穿著一條黑色的短裙,躺在血裏 整身都是很多受傷的痕跡 尤其是牠的頸部,被人劏開了一條大的血痕 頭都差不多掉出來 另外,還有一條絲,也會發現到 對,就在牠的鄰居,就是一個年輕人 那年輕人亦種了很多刀 而牠自己穿著一件淺咖啡色的襯衣 和一條淺藍色牛仔褲,全部都是吸滿了血 就是第一時間的要報警 因為你不告訴上司,也不知道要怎樣處理 因為實在太多證據和太多血跡在這裏 一定要找一些專業的人,來將證據搜集 而警察到場之後,很快便可以知道 那間屋原來屬於一個很有名的名人 她就是名足球員OJ的太太,尼哥 Simpson 他們已經離婚了 但也是名人,知道了 原來是一個金髮曾經做過模特兒的美女 住在那裏 而那個男性的死者身份,當時還未知道是誰 警方立刻突破門而入 在屋裡找到兩個小孩子 其中一個九歲的女兒和一個六歲的兒子 幸好他們沒有受到傷害,還在一間房間睡覺 於是警察到場後,便快點叫醒兩個小孩子 就收拾東西,讓他們離開現場 就帶了他們回警署 回警署後,第一件事當然要聯絡小孩子的父親 這個正正是OJ 這宗案件落在... 還沒落參與 我們看電視經常看到LAPD 這幾個字,大大隻的衣服上面 這次就是一個兇殺組,特別兇殺組 幫他調查這件事 希望為OJ Samson的名人 找出一個殺他老婆的兇手 這個警察隊就是最出名的了 調查這些兇殺案,有一個12人的小組組成 聽說他們破的案是無數的,很少是破不了案 於是立即通知了這個專案小組來到 他們都安排了攝影師去那裡拍一些現場環境 因為這宗案件牽涉的人太有名了 所以他們拍照都是拍得非常小心 就不敢碰到那個屍體的任何一部分 就只是拍了一些現場的環境 以及在屍體附近有些什麼物件 講一下在男死者身體附近那裡 就發現一些東西 有一串鎖匙,有一頂深藍色的帽子 有一個call gate,還有一個白色的信封 還有就是一隻手套 那隻手套就是在屍體附近幾寸位 就近著男女死者中間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條血路 陪著那些血的腳印在路 離開那些死屍的身體 去到那間屋的後面那裡 似乎那些血是一點一點的滴進去地上 但是似乎都是空手離開屍體時的方向 是的,我們剛才提過的就是有血的腳印 還有一個白色的信封 還有一個手襪 這些到最後都是成為的一些關鍵 先講一下申普森的老婆尼可 她是35歲的死的時候 她在西德出生 是一個金髮美人,是很漂亮的 十多歲的時候已經認識了申普森 當時只有18歲 她當時在比華麗山的一間俱樂部 是做女侍應的 他們兩個認識的時候 申普森已經是30歲 還有加室 不過這個女子很多人的說法就是 她是一個完全不懂自己生活的人 一個很依賴人,因為她很簡單 完全沒有一些基心是怎樣對人的 只是很純真地對人 所以覺得是一個很簡單的女性 亦都說她是一個金絲雀 全部都是依賴申普森為生的 她們相亂了8年之後 終於OJ跟自己太太離婚 跟她結婚,再生了兩個小朋友 她們快樂的婚姻 並不是持久得很久 因為不久就開始出現她的老公 不停地打她 亦有一次被判社會服務令 她們夫妻不停報警 求助的個案多不聲嫂 家庭暴力事件亦是皆知何聞 而事發之前的一年 其實她們倆已經正式離婚了 但離婚之後 OJ也有些心心不分 經常警告她老婆 如果讓我知道你認識男朋友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說回死她旁邊的男人又是誰呢 那個男人做過毛特兒 亦是一個發明星夢傾向的年輕人 死的時候只有26歲 她亦有一個職業 因為她做毛特兒是副業 她的職業就是一間餐廳的一個侍應 她們在派對那裡相遇 介紹給其他朋友認識的時候 似乎她們的關係都幾好 她是一個根據朋友說 一個樂於助人的年輕人 亦甚為浪漫 在她們兩個死之前 有人見過她駕駛女死者 那輛白色的跑車 有時在街上穿來插去 她亦說駕駛這麼名貴的跑車 是她一生中最開心的經歷 不過有一點要說明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她們兩個有任何超友誼的關係 她們只是朋友那麼多 說回那天究竟發生什麼事 死者發現的那天 原來那天早上 一家大小 女死者帶了兩個女兒 和女死者自己的家人 去看演唱會 看完之後 晚上他們去意大利餐廳吃飯 吃完飯的時候 就已經9點多了 那間餐廳 意大利餐廳 就是這個男死者服務的餐廳 吃完飯之後 女死者的媽媽 老人家 發現留下了一雙眼鏡 於是便打電話去餐廳 問有沒有人撿到 她們又找到那雙眼鏡 於是餐廳就說 反正這個男死者 都認識女可 不如就叫她放了工之後 把她雙眼鏡送回去給她 就是這麼簡單 她就是送一雙眼鏡 也都是放工真的去拿回眼鏡 拿了這雙眼鏡 就去那個家裡 打算送回去 而那雙眼鏡 後來也是在現場發現 因為我們剛才所說 就說有一個白色的信封 白色的信封 被發現的時候 已經不再是白色了 因為全部都是血 但是警方人員 拆開白信封的時候 裡面真的找到 女死者媽媽的雙眼鏡 那從這些線索來看 當時那個男人 真的在一個不適合的時候 出現了 就被人殺了 是幾無辜的 當時見到這條絲 其實是被人打得很厲害 也是用刀刺到 全身都是一些洞 後來普通人 就會覺得 真是一個很兇猛的人 才會做出這些事情 後來那個驗屍官也都說 其實這個 是有些人 根本已經在一個 相當瘋狂的狀態裏 才會做出這些行為 而因為那兩個死者 都是被人在後面 先用硬襪 拼了頭先 然後才劏頸 所以那個兇徒 應該是一個有預謀的人 他應該在那裏 撥了他們很久 講回OJ是怎樣的 OJ是1947年出生 他剛開始的時候 是一個頑童 也經常連群結黨 去做一些頑童 但到後期的時候 發現原來他踢足球 有一定的天分 也贏了很多大賽 正式加入球隊 挺出名的 他也賺了很多錢 是的 非常之多錢 他1979年 已經正式退休 退休之後 在電視台上 亮相做一些 體育節目的主持 但如果你說他很紅 他也不是很紅 在美國有人認識他 但他走出街 已經沒有人認得他 亦不能說是一個巨星 傳媒大事報道 新抱心案 估計有1億2千萬美國人 收睇或收聽過有關判決的廣播 雍正正 何國良 危險人物 現時香港的娛樂新聞 很多時都會演變到連續劇感 每一日都有新的劇情發展 94年新抱心案 也都引起美國人高度的關注 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 新抱心的過去為公眾所熟悉 他被譽為是美國足球史上最佳的球員之一 他無論在大學賽 還是國家聯賽當中 都曾經當選為最佳運動員 到了1979年 新抱心決定退休 但他的事業並沒有終止 後來他做了體育評述員 並且在一些電影中擔任配角 新抱心的媽媽說 新抱心在年少時曾經承諾 有一天 他將會出現在報紙上 誰知道 這次的出現 竟然是跟雙重謀殺案有關 剛才說到有兩個小朋友在房子裡 第一時間 警察當然要找小朋友的爸爸來接小朋友 立即要去找OJ 當時他們都沒有懷疑OJ是兇手的 但當然 以他和這個女死者曾經的親密關係 他也是一個疑兇之一 始終要找到爸爸去哪裡 還有爸爸知不知道他的太太和小孩發生了什麼事 爸爸都不是住得很遠 開車沒多久就到了 去到他爸爸家裡 即是這個新抱心的家 感激鐘都沒有人聽 但見到有輛車拍在門口 查一查車牌號碼 便知道車是新抱心的 再看一看 車門附近有些類似血跡的痕跡 於是他們查了房子的電話號碼 不斷打電話進去 但也沒有人聽 這個時候又看到房子裡有燈 於是警察便說 已經死了兩個人 容不容易家裡還有什麼謀殺案 於是他們就不敢等了 立刻就破門進去 連申請搜查令都沒有 撲進去 最擔心就是 可能去殺 就不是殺他的太太 還要殺了OJ Samson 深奉信 因為當時他們第一個感覺 可能是整家人被殺了 可能OJ都死在裡面 所以他們覺得 以他們當時的判斷來說 就不能等待搜查令 破門進去之後 原來他的房子是兩層的 在外面只有大閘 入到房子裡 是有三間平房組成的 據知當時沒有人開門 因為他好像有一個工人 住在房子裡 是不離開的 即是一個樓宿的工人 去到第一間平房 他們就拍門 有一個男人出來開門 那個男人原來是OJ的一個客人 他就住在第一間平房裡 沒有什麼可疑 於是警察就去拍第二個平房的門 第二個平房開門的 就是一個很美麗的年輕女子 他說他自己就是這個 深奉信的女兒 這就是他第一個老婆的一個女兒 住在那間第二個平房裡 他說原來他那天 早前也跟他爸爸去吃快餐店 吃完之後他就回來了 他當時說相信他爸爸 就應該在第三間平房裡睡覺 而警察很快就去第三間平房裡敲門 但是沒有人開門 而這個時候 他們再經過深入的調查 剛才所說的那個朋友 即是住在第一間平房那個樓宿的朋友 他就說原來OJ在幾個小時前 就叫了一輛車去機場 原來他在幾個小時前 帶著行李就去了芝加哥 但是他也都說 在大概10點45分的時候 當他自己跟他女朋友說電話 他就聽到三聲很大聲的聲音 就在他屋後面那裡傳過來 似乎就相當近那個空調 即是冷氣機的單元附近 原來他聽到聲音之後 他就發現他看到OJ想坐車離開 去芝加哥機場 拿著很多行李 於是他就幫忙搬走行李上車 當這個時候聽了那麼多 警察都還未懷疑OJ有什麼不妥的 直到一邊說 他們就會一邊在花園走 就看到有一隻手襪 剛才就說在他太太死的現場 屍體旁邊 屍體旁邊 就找到一個左手的手襪 而這個應該跟剛才在案發現場 發現的那隻手襪 就成為一對的 這裡我們要留意一點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 警察沒有拿到一個搜查令 就有屋子 到現在為止 他們所找到的任何證據 都不是根據搜查令所搜得 包括這隻手襪 他撿了一些證據的時候 當時還未開個案 是 但是同一時間 警察我想他來得很急 就做了很多事情 亦都通知了 這個媳婦心 就告訴他 他的太太 即是他的前妻 已經被人殺害了 他也答應了 很快就乘飛機回來 去處理這件事 與此同時 那些警察 亦都在他家的那輛車那裡 那輛福特排氣車那裡 就發現那些門 和乘客位那裡 就有很多一點點紅色的痕跡 那時候他們 都已經有九成 猜到那些是血 還有在他的花園那裡 亦都發現了一些血的痕跡 而這些血的痕跡 是由他的屋後面那裡 和他的屋前面那裡 成為一條血路 是的 而這個時候 按發現場那裡 亦都有法醫官到場 因為剛才 一直都沒有人敢 去鬥那些屍體 因為如果動過去的話 到時 如果找到兇手 那些辯方律師 便會說 有人搞過屍體 那些法醫的證據 便會被人挑戰 當法醫去到的時候 他便看到 新普森的太太 那雙腳很乾淨 如果這樣說法 他應該當時 先暈倒了 然後到他旁邊的年輕人被殺 因為如果不是 如果他走出來的話 他應該 便會踩到很多血 便不會有那麼乾淨 而看見他的屍體上 他的頭 是被人用一把 很大把 起碼15吋長的利刀 將他的頭 差不多切斷 但在現場那裡 便找不到任何空氣 其實現在 都開始看到一些事情 警察可能都會懷疑 新普森究竟有沒有做到 因為 車內 這些血跡 亦都是跟 在太太的屋裡 可能有一定程度上的問合 因為無端端 兩個地方 為何會有血跡呢 是的 而那個 躺在地下的年輕人 他呈六尺多高 後來 資料還知道 他原來是一個運動家 還懂得功夫 如果一個這麼大隻的年輕人 可以將他打低 以後 還這麼多刀 有割在喉嚨 他的對手 一定不會是一個 小顆的人 說到這個時候 記者 第一件事 會發現一宗這麼大的新聞 當時 整個山頭 都全部報滿了記者 而很多直升機 在現場 飛來飛去 希望可以拍到 那兩個屍體的樣子 那時候 那些警員 都很煩 又要遺棄一些白色的暴障 又要想辦法 蓋著屍體 拍不到 但又不能碰到 都搞了很多個小時 到最後 最後 將這兩個屍體 拍照了 還有做了初步的法醫報告之後 將他們 放到一些屍體膠袋裡 運走了 現場處理好 同一時間 都要處理其他的家人 那警方那邊 就打電話 去了 申寶遜前妻的家 就說了給前妻的爸爸 即是以前的外父 就說 她的女兒已經過了生 但是在電話另一邊 竟然聽到 她的媽媽 在大聲叫 就說 一定是OJ做的 一定是OJ做的 我都知道這個人 一定會殺她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原來 OJ以前 就有一個打老婆的紀錄 一共打了62次 有時候就有落案 有時候就沒有落案 其中有一次就是落了案 而也都判了她 一百二十個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所以因為這樣 警方就真的有些開始懷疑OJ 亦都拿了一個正式的搜查令 就在家裡搜她 那這些事究竟跟單案有沒有關係 我們休息一會兒回來再說 翁靜靜 何國良 危險人物